待会各位来宾的舌头 可能要给黄医师看一下 五倍病毒最爱这类人 什么样的人 我们终于讲同气相求 也就是说你是什么体质的人 什么样的病就容易找上你 我们常常在讲瘟疫 大多数的疫情 其实是偏热性的为主 但这次的其实不算瘟疫 我们把它叫寒湿疫 它是偏湿气为主的 这种疫情 所以说我们讲 那他喜欢什么样的人 喜欢湿气重的人 所以像舌头如果是长这个样子 舌苔偏白灰色 五倍最爱这样子的人 是的 我们湿气有几种表现 第一我们舌头容易胖大 我们的口腔 上帝给我们这个size的舌头 其实是刚刚好的 如果我们舌头容易胖大 它代表的是说 我们可能体内已经开始有点 类似水肿的情形 它会压出这个舌头 那个牙齿的印子 所以会有锯齿状的舌头 不管你是可能胖的 胖子或者是瘦子都有可能 所以你看这个很极点 第一个是什么 这个字怎么念 胸 第二个 胸管体闷 有这个感觉 还有容易生痰 大便失年 小便不利 双脚容易水肿 你舌头出现了尺痕 舌太后像这样偏白灰色 是 要特别地小心 是 王瑞玲请张嘴 那我的诗全部在我的胖舌头上 怎么回事 OK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瑞玲姐的舌头 边边已经开始有尺痕了 虽然舌头看起来 那个 那个 会不会累 还好 还好 所以我们继续 这个舌头看起来没有很多筋 就是没有很多水水的感觉 可是它舌苔是厚的 舌苔是厚的 边缘又有尺痕 它体内其实湿气 还是有表现 这是吸湿机在我身上 对 但是那个舌苔的颜色偏黄 如果不是因为有吃到染色的 染胎的食物之外 有可能是湿气有点偏热 但整体还是以偏湿的为主 这个体质就是我们要注意的 好 有好方子 拿相机拍下来 这个是中国国医大师王岐 预防武肺药食同源方 药材有金银花 颅根 颅根 白毛根 获香 白纸跟草果 这是我挑了一个感觉 比较好吃一点的 的药食同源方 获香跟草果 其实是我们很常用来 化湿酌 芳香化湿的一个药材 其实在每年 在端午节前后这段 我们叫肠下 都是比较一些梅语剂 湿气重的时候都可以用 荷香 草果这些来化湿 这个以湿为主 我特别想要提一下颅根 我想要为老烟枪的观众朋友提一下 以中医的角度来看 你老烟枪的肺部容易卡很多的弹湿 对 那同气相求嘛 这次卤安肺 又特别喜欢弹湿 他不找你找谁 特别是有在有长期肺部有弹的人 他颅根是在排肺部的弹拙 弹拙 所以说这个方其实对于预防 以及有的抽因的患者来讲 是特别有 好 这个是帮子 另外这个是阿明师的 除湿器的早餐 除湿器会不会太小 其实现在的饮食 我个人的养生概念是越来越简单 以药性来讲 白饭 水稻 它是偏排湿器的 那小麦 为什么它可以在那么干湾的地方生长 因为本身反而会凝聚湿器 所以我们有一个一句话叫 小麦会酿湿 白米会排湿 那我会改成这个早餐 其实也是从午安肺炎之后 我自己怕死了 真的 就改成这样 对 我就每天就是 买好一点的那种月光米 然后每天两杯米 就是吃完 然后配简单的腌凤梨或者是豆乳 原来我终于知道这个是腌凤梨了 那个时候我问制作人说 这是什么东西 神秘的东西 它了很久 原来它叫腌凤梨 或是豆腐乳 或者是纳豆 折衣 对 折衣 就是有一个配饭的小点就好 咖啡完全是个人兴趣 主要排湿器早餐重点